古人说,退一步海阔天空,原谅别人是一种崇高的美德。 朋友,你常常宽恕别人的过错吗? 请听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。 那时彼得进前来,对耶稣说,主啊,我弟兄得罪我,我当饶恕他几次呢? 到七次可以吗? 耶稣说,我对你说,不是到七次,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 有人说,父恩比山高,母爱比海深。 这句话的确不错。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做父母的不惜一切的牺牲,天天辛苦工作,赚一些钱来抚养儿女,希望受到良好的教育,将来能够出人头地。 可是偏偏有些不争气的儿女,不但不感恩图报父母,反而还说父母的思想太陈旧了,不合时代的潮流。 所以一些青少年就做出了反传统,反伦理的事来,惹做父母的失望。 可是,天下做父母的人,都有一颗永远爱子女的心。 下面就请听李思贵牧师演讲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,又回到父亲身边的故事吧。 上一次我们研究了浪子回家的比喻。 当他回家的时候,父亲就吩咐佑人,为他的孩子摆设大研席。 当他们吃喝快乐的时候,大儿子就从田间回来。 他已接近他的家门,他就听见里面有音乐和跳舞的声音。 他就问一个仆人呐,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仆人就回答说,你的兄弟回家来了,所以你的爸爸因为你的弟弟安全的归家,就摘了肥牛给他吃。 但是,大儿子就生气了,他说我不进去。 大儿子当他的弟弟在国外流浪的时候啊,根本不能同情父亲的忧虑。 他也没有向他的父亲天天等候孩子的归来。 所以当他弟弟回家的时候啊,他不能向父亲那么快乐。 他只不过是气他的父亲,这样的溺爱一个犯罪的孩子。 他越听里面快乐的声音,就越气他的弟弟。 所以他决定不进去欢迎他的弟弟。 他认为他的父亲对一个坏儿子啊,这样的宽耐啊, 对他自己来讲啊,简直是一种耻辱的态度。 父亲听见大儿子回来,也不进家门,他就到外边去劝他。 大儿子就对他的父亲说, 我这么多年忠心服侍你,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 你并没有为我杀一只肥牛,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。 但是你这个孩子,跟坏妇女,吞尽了你的家产。 他一回了家,你倒为他栽了肥牛了。 从大儿子的怨言里面,我们就会发现这位青年人的心理。 一位真爱父亲的大儿子啊,应该觉得做长子啊,是一种无上的光荣。 他硬仍觉得在家里孝顺父亲,是一种无比的特权。 假若一个长子重视他的地位,他绝对啊,不会求什么另外的报道。 他总会觉得他很有福气,能够做父亲的助手,也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和依靠。 同时,大孩子啊,对他的兄弟啊,应当跟他的父亲有同样的关怀。 所以小弟啊,他也应该像父亲一样的快乐。 但是很可惜的是啊,大儿子的态度,就是故宫的态度。 他就把他自己的父亲当作老板看待。 他对他说,我这么多年,很辛苦的,很认真地给你做工,那你没有给我什么。 他也没有承认,他的小弟是自己的弟弟。 他就向父亲说,this your son,你这个孩子。 虽然啊,这个儿子啊,最为向他的爸爸生气啊,父亲还是很温和地回答他。 他说,my son,you are always with me. All I have is yours. 我儿啊,你岂不是常与我同在吗? 并且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 但是你的弟弟死而复活,死而又得,所以我们应该一同欢喜快乐。 欢喜话说,我们父子俩,不分彼此。 当你的弟弟在国外流浪的时候,我们岂不是在一起,彼此鼓励,互相帮忙吗? 这岂不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吗? 那么小弟啊,归家。 是家能够再团圆? 我们岂不是都应该欢喜快乐吗? 各位啊,在地上有许多的人像这个大儿子。 他们很认真,他们很认真地遵守法规,他们常常努力做事,表明看起来啊,他们是堂堂正正的人,可是他们心中充满了骄傲和嫉妒。 朋友啊,在上帝的眼光看来啊,一个唯我独尊的人,跟一个不道德的人,一样的有罪。 有时,一个在道德上堕落的人,比一个傲慢的人呢,更有希望。 因为往往,一个陷于邪恶的人呢,会向浪子行过来,承认自己的罪过。 但是,多半的时候,一个自高自大的人,很难承认他的过错。 各位,我们都能够做慈爱天父的儿女,这是何等伟大的特权啊? 也许您觉得,您对上帝没有做过什么亏欠的事,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觉得没有犯罪,上帝就应该特别地恩待我们。 假如借着上帝的力量,他就帮助我们不执意犯罪,我们更应当感谢他。 要怎么样表示我们的感谢呢? 就是更要帮助我们软弱的弟兄。 实际上,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软弱的人,我们都有我们的试探,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天天悔改认罪。 让我们每天这样的祈祷,上帝啊,求你见察我。 知道我的心思,试炼我,知道我的意念,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,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 一百只羊有九十九,在竹篮中等你,但有一只愿意尽门,一无神也知己。 快乐都在荒山,同不徘徊。 独在黄山,同不徘徊,愿离良母照顾此欢。 愿你两母照顾此还 可就这样从未知道 突见山高水深 不知成夜何等黑暗 寻扬何等艰辛 旷野之中救主要问 你愿失望追为爱民 你愿失望追为爱民 愿从心内红破之山 穿过维言绝碧 无人哭声直到天门 乐在弥羊里等 围绕宝浊天使火长 乐在弥羊里等一样 乐在弥羊里等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